蝦米蝦米 不是 你就像李永波 你們這個也是 對呀 今天他跟我講 真的 你也是顛覆三觀 就是國動你知道 你說在體工隊 有沒有一個單向項目有食堂自己吃飯 李永波這個孫子 他是這些項目裡邊 運動員做教練員 這個傢伙是在那邊勾力最多的 這不是小葉說我都不知道 你說我在國安隊也這麼多年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而且沒有別的國安隊出來說 這就是很奇怪 93年他開始當羽毛球隊的副總教練 當時就沒有總教練 完門教下去又沒有總教練 就副總教練 他當副總教練 那其實他就是總教練 應該在93年 然後我們是從前面的主樓 搬到後面的那個小白樓 跟排球隊一個樓 那應該是92年底還是93年初 我忘了 韋東你知道嗎 你們搬家的時候 是他們開始改過建的時候 對 反正就是我們都挪到後面那個小白樓 但是前面 他們我們挪到後面去 但是前面他們還有 這個大樓主樓 他們其他隊還是住在那兒的 後來就你們搬過去 對我們是排球隊搬過去 我們是排球隊搬過去 但是呢 90年開始 我們那個小白樓和我們 排球羽毛館呢 中間有 他們就修了個通道 就是我們這個樓 你直接就不往外面走 不用走到露天 我們就那個通道 我們就直接就走到那個排球 羽毛球館 直接就可以訓練去了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那個樓底下呢 進門就是傳達室 傳達室後面呢 就是我們男女洗澡房 然後再通過往通道走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的食堂 然後後面應該在93年 我們搬過去以後 大概估計半年時間 還是多少時間 我們就有了自己的這個食堂 然後前面 師傅呢 就是前面的那個大食堂裡面 吊了大概有四個師傅吧 就在我們這個小食堂裡面做飯 你說全 沒有提供 像我們提供 不可能 你說足球 籃球 排球 平衡 羽毛 體操 舉重 你說有一個隊出來說 單獨弄個食堂 扯蛋 那你足球弄了 籃球怎麼辦 羽毛球弄了 平衡球怎麼辦 但是你看 他就沒有 他單獨弄一個 他單獨弄一個 也是這個李永波整的嗎 那就是他也有 他個人的利益 跟元明關係很好啊 跟元明關係很好 那是李富榮 李富� 對啊 對啊 他們就是這樣 你看共產黨的官員 包括國家隊 誰跟誰關係好 最後就弄一個小滋留地 是吧 自己的小王國 你自己弄一食堂 自己吃自己做 自己這裡面 裡面的黑金怎麼回事 誰知道 就說了 籃球隊這幫孫子 為什麼不說 像我們不在哪兒啊 就是不在那個大樓裡 那個 平衡球為什麼不說 我們也要單獨弄一個 對嗎 他這裡頭的小金庫太多了 管後勤這一塊 如果說贊助你們羽毛球隊的 那個什麼雞鴨魚肉啊 到最後這都不花錢了 完了以後他還可以去申請錢 你知道吧 對呀 關鍵是你看我們這個樓子 我們跟排球隊一塊 那為什麼排球隊不過來 跟我們這一個一起吃飯呢 對吧 我們都是住在一個樓裡啊 不是你全都啊 你說說啊 國家隊所有的奧運冠軍 世界冠軍 都在那吃飯啊 怎麼辦 就羽毛球隊他單獨弄了個食堂 你說扯蛋嗎 你說共產黨這 這叫什麼玩意 你告訴他 不分等級沒有貴賤 沒有那個 我就問問你 你們怎麼就能允許了 李永波一個羽毛球隊 單獨過來有個食堂吃飯 而且別的球隊 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反對的 這是讓我更加奇怪 我得國安隊呆了十幾年 你說出來我就沒聽過 要不是小葉跟我講 我都不知道 怎麼能單獨有球隊 對我自己弄個食堂 扯蛋的事兒嘛 有多長時間那個食堂 食堂搞了幾年夜夏 你給我2000年退役的時候都一直在 就是應該是後來後來就搬到那個 整體的運動員搬到那個企院那邊 那個網球中心那個樓的時候 然後才應該就才沒有的 也十年八年了 差不多快有八年 你想我2000年退役的時候 很多錢也是 對這錢哪去了 所以李永波倒查30年 你這個孫子別以為你退完錢 你上一次退彰就不搞你 你就沒事了 我再告訴你一遍 你這漏網之魚 你這個孫子趕快回去交代問題 你包括你 包括你這個孫子 科扣這些運動員的獎金 就像林丹你們出來 你們有點腫 你們現在實名舉報李永波 他媽只能你立功 沒有你說你最後你還怎麼了 你還怕他啥 不讓你打奧運會 你他媽都是他爹 你奧運會拿不了金牌 下課的是他 對吧 他科扣你們的獎金 科扣你們的這個這個 錢的東西的話 你們他媽有點鼓氣 是吧 都出來 是吧 舉報舉報李永波 讓這個孫子倒查30年的時候 他媽的進去嘗嘗 鐵槍的字 對啊 現在這個30年還沒到呢 對啊 咋的呢 你們都有的是這個這個 機會來讓李永波 嘗嘗鐵槍的味道 對吧 讓他們也嘗一下共產黨的鐵拳 對啊 你們已經 你們 你以為你賄賂了李富榮 你就完事了 沒事了 你退點贓你就沒事了 你們這幫孫子上一次 你們一塊退完贓都沒事了 你包括劉國良 包括什麼周紀鴻 包括什麼王毅夫 啊 你們這幫孫子 都沒事了 蔡振華 啊 你這個蔡振華 你們坑了多少錢 你以為把陳述元弄了 你就沒事了 是吧 你 蔡振華的那個 那事大大了去了 這個08年 就07年我父親被被打 我曾經